在本地有一個親子討論區 最近有一條很紅的帖 就是講述一個香港的家庭 賣樓移民去英國之後回流的故事 故事主人翁就是一位四十多歲 擁有碩士學歷的公司總監 他看了很多KOL關於移民英國的內容之後 希望子女將來可以去當地讀書 結果決定賣樓持工 舉家搬去英國 但搬到過去之後 他並沒有找到一個適合的工作 只能夠做一些低下的工作 由於子女的功課成績欠佳 那位先生就嚴厲要求他們好好讀書 將來考大學 最後亦發生了一些衝突 十五歲的兒子還頂撞他說 就算爸爸你有碩士學歷也好 現在又是在做下難事 讀大學有用嗎 結果這位先生思考了四個月之後 就帶著一家人回流回香港 重新租房找工作 好在他找到的工作都尚算順利 現在都總算安定下來 這個故事就非常有趣 第一點 如果你選擇移民的話 原因應該是甚麼呢 第二點 移民之後會遇到甚麼問題 第三點 到底是甚麼人適合移民呢 在香港 好多中產的家庭都會把子女送去私立 或者國際學校讀書 因為希望可以子女有更大的競爭力 但如果移民之後 又是否可以確保到子女可以入到當地 有競爭能力的學校去學習呢 另外這個Post裡面都說到 雖然他擁有碩士學歷和高薪厚職 但移民之後 本來的計劃就是減薪一半 在當地連一個中層的職位都找不到 而且當地還有排外的情況 最後只找到一些基層的工作 還有一個終極問題 就是到底甚麼人才適合移民呢 我們剛才也提及到一些有計劃移民 或者已經移民了的人 最後結論其實很簡單 就是 在儲蓋階層的其實都可以搏一搏 連青人都可以搏一搏 有錢的人根本都不需要搏 去哪裏都可以 隨心所用 但中產來說就不太適合了 因為不上不下 其實去到哪裏都會有阻滯的 在這個案例裡面 其實這位爸爸都非常有勇氣 賣樓移民之後又決定要回樓 而且他都很幸運 回樓之後都可以找到 和之前收入差不多的工作 所以說到底要不要移民 一定要考慮清楚 雖然都不時有新聞說香港出現移民潮 但翻查政府的數據 香港過去三年正流出的人口 大概是十萬人 其實是不多的 所以當看到一些關於有關移民的新聞 或者是一些KOL的YouTube內容的時候 記得三思而後行 畢竟移民都是一件大事 如果衝動選擇移民 不是人人都像故事的主人翁一樣 可以回樓之後 都繼續保持到以前的生活水平 如果大家都想收聽更多財經的資訊 記得追蹤我們UPTV 啦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